下面我们学习第四节 美股收益的猎豹 这一节讲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重新计算 第二个是猎豹 重点掌握第一个大问题 重新计算 在第一个大问题里面 讲四种情况 需要对美股收益进行重新计算 首先看空号音 派发股票鼓励 公积金转增资本 以及拆股和并股 拆股和并股 主要在西方国家 缠进了一些业务 所以对我们国家来说 上市公司主要是 派发股票鼓励 以及公积金转增资本 拆股和并股的业务 相对来讲比较少一些 所以我们重点掌握的是前面 派发股票鼓励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派发股票鼓励 我们前面讲过 股票鼓励的会计处理 那就是借利润分配 代股本 上市公司股票鼓励 经营利润分配 另外一种情况 叫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 包括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以及盐盈公积转增资本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借资本公积代股本 盐盈公积转增资本 是借盐盈公积代股本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这些业务都会引起 上市公司股本发生的变化 那么股本发生的变化 应当在相关的报批手续 全部完成后 也就是股本发生变化了 我们要按照调整后的股数 重新计算 割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我们要对以前期间 这个每股收益 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数量 重新计算 另外一点 上述变化 如果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日 至财务报告批准日之间的 那么也应当以调整后的股本 数量重新计算 和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呢 我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以公司2019年和2020年 亏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66500和77000 从这个指标上可以看出 这家公司2020年的净利润 比2019年肯定是增长的 而且我目测至少增长在10%以上 看得出来吗 假定去年是7万 那今年也有7万7 那也增长10%呀 那么去年是66500 今年是7万7 那增长的比例绝对是超过10%的 好 这是我们已经得到的信息 以公司2019年1月1号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是4个亿 2019年4月1号 按市价新发行普通股8000万 第二年2020年5月31号 以公司以2019年12月31号总股本 4.8亿股 没错 4.4个亿 加上先发行的8000万 所以在2020年5月31号 在派发股票股利时 以2019年12月31号总股本 那就是4.8亿了 分派股票股利 每10股送三股 假令不存在其他的股数变动的因素 好 这是题目给的条件 那下面呢 我们先从2019年开始 以公司2019年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之前 我们先计算一下它的分模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等于西出4万乘以12分12 数练以后这都不用写了 加上8000是4月1号发行的 所以乘以12分之9 4万6 因此2019年基本美股收益 等于分模分子已至66500 分模其实就是刚才计算的结果 我只是把它再列示出来 比较直观一些 4万6就是这个4万6 这样算出来 基本美股收益是1块4毛5 这是2019年 下面再看2020年的情况 2020年以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 等于4.81 注意已经送股了 股票股力就是送股 10送3 那么总股本数量就乘以1.3就可以了 那么送股呢 前面讲过要以年初来算 从年初来算 它是以2019年12分3 这个总股本为基数送股的 所以这乘以12分12 数年以后都可以不写了 那么算出来 加权平均数是62400 因为这家公司在2020年 其实没有发生什么股本的变化 其他的股本的变化 所以2020年基本美股收益等于分子 金利润7万7除以分母是62400 这样算出来 结果是美股收益是1块2毛3 算完以后 我们就发现问题了 假如你是打算投资以公司 然后投资以公司 你自己关心的是它的利润的增长的问题了 上市公司都要披露美股收益 2020年基本美股收益是1块2毛3 然后你就看这家公司 有没有可持续性增长 所以你肯定要关注这家公司 2019年的美股收益 2019年美股收益是1块4毛5 那你发现个问题 今年比去年是下降了 去年是1块4毛5 今年是1块2毛3 那你得到一个信息 这家公司金利润是在下降 美股收益下降了 不敢投的 但是大家应该听出来了 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暗示大家了 以公司2020年的金利润 其实比2019年增长 至少在10%以上 那现在算出来一个问题了 2020年基本美股收益 比上一年还下降了 问题出在哪 问题是出在 计算美股收益 它是以股本的数量来算的 那么基数不一样 去年判照4.8亿股来算的 2019年4.8亿股 然后加权算出来是4.6亿 今年送股了 10送3乘1.3 这个股本的数量发生变化 这个就没有可比性了 所以上市公司有个要求 在披露年报时 你披露2020年美股收益 1.23 没错 你得把2019年 那个基本美股收益 重新算一下 你不能直接披露1.485 否则这个披露的信息 是有问题的 要怎么算呢 要按照送股以后的股本 以去年的净利润重新计算 按照送股以后的股本 算出美股收益是多少 这样呢 两年的股本的基数已至了 就具有可比性 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上市公司在披露时 如果涉及到送股啊 资本攻击转增啊等等 都要重新计算 这个上一年的基本美股收益 好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能理解了 为什么要这样重新计算 那下来 接下来怎么重新计算呢 第三步 2020年度重新计算 2019年基本美股收益 2020年度重新计算 2019年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这个括号里面 实际上就是去 2019年的 加权平均数 这没问题 然后呢 按照送股以后的股本来计算 其实也就是乘以1.3 这样算出来是59800 那么59800作为分母 分子去年的经历润66500 这样算出来 重新计算 2019年的基本美股收益 应该是1块1毛1 然后在2020年 利润表上披露时 应该这样来披露 2020年基本美股收益 1块2毛3 因为上市公司都是比较报表 那么要去 要有可比性啊 你今年的股本 是按照送股以后的股本算 美股收益是按照送股以后的股本算的 去年本来是1块4毛5市 那是送股之前的 不具有可比性 现在就可以了 按照送股以后的同样的部分来算 美股收益是1块1毛1 1块1毛1 大家想一想 今年比去年增长了0.12吧 是不是 0.12 那0.12 按照去年基数来讲的话 1块1毛1的话 那增长的速度至少大于18% 那就吻合了 和我们前面从决定值角度来判断 那就吻合了 所以需要重新计算 我们通过这个例题也讲了一下 一知道怎么做 第二为什么要这样做 理解了就好了 理解了我们为什么在15战争上市公司要这样做 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 它的做的一个方法 包括它的原理 好 这就是我们这所讲的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去年一道考题 甲公司2017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经济润是5625万元 2017年1月1号 甲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数量为3000万股 4月1号 甲公司按照每股10元的市场价格发行普通股 2018年4月1号 甲公司以2017年12月31号总股本4000万股为基数 每10股转增股本两股 资本供给转增和股票股力道理是一样的 股本发生变化 然后要求是甲公司在2018年度利润表中劣势 2017年度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 您说这道题去年这个考题 您只要把甲义上刚才这道题做会做了这个题 肯定拿分的 两分啊 不少了 我们能保证一题一题拿下来 这不就和甲义上刚刚讲的那道题差不多吗 是不是 告诉我2017年的经历润是多少 然后2017年4月1号15股增发股票 我刚才来到题不也是在2019年增发股票吗 4月1号增发股票了吗 然后呢 他这是转增股本两股本 我那是三股本 数字改改而已 然后他问你2018年度利润表上 有关劣势的2017年度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 不就是要你重新计算吗 那这个听完以后其实应该就很好算了 分子2017年的5625 他不用你算2018年的 就需要你重新计算一下2017年就可以了 分子5625普遍是不是 然后分模 分模其实就在原油的加权平均数的基础上 乘以1.2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看计算过程 分子是5625没问题 分模式7除3000乘以加上1000增发的股票 乘以12除了9 这个括号是本身在算2017年的加权平均数 因为你送股了转增了 乘以1.2就可以了 乘以1.2这样重新计算是1块2毛5 OK 那么答案是A选项 就这么简单 理解了 其实我们的题目啊 大部分题目都属于常规的 个别题目可能比较难理解 大部分题目属于常规的 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 这些分数都是要拿下来的 所以我前面曾经要求过大家 单选题总共12题 总共12题 你自己起码要对个10道题 像这种题目没有理由把它分数给丢掉 考案是以后像这种你在算分数 我单选能对多少题 像这种题目都是有把握 要能够确定性的能拿下来的分数 好 那么这道题就分析到这 下面我们讲第二种情况 配股也需要重新计算 那么什么是配股呢 这个问题大家不熟悉 很多同学因为不太在关注这个证券市场 其实学经济法里面会讲到关于配股 它是上市公司也像蒸发股票一样 一种发行可转向公司债券一样 都是一种融资的行为 融资的一种方式 我们在金融工具里面也简单的讲到了配股 配股是什么呢 是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相应的程序 向原股股票股东 原股东按照其持股比例 以低于市价的某一个特定的价格 配售一定数量新发行的股票 这样一种融资的行为 什么意思呢 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比如甲公司总股本是一亿股股 它现在需要融资 符合配股的融资条件 目前市场价13块钱 它像原股东 原股东 新股东不可以参加的 原股东有这个权利 可以配 怎么可以配呢 每十股配三股 比如我有一万股 我有一万股 那么我就能获配多少呢 三千股 我就可以获配三千股 配股价七块八毛钱 意味着假如你是股东 就拿我来说吧 说实话 我在实务当中 我曾经也做过上市公司 配股的投资 有的上市公司有配股 配股呢 我们觉得这个配股价比较低 应该说是一种有潜在收益 所以我们愿意参加配股 甚至我们知道这种公司需要配股 在股票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 我们买进 买进以后呢 我参与它的配股 然后获得收益 那么配股就意味着 你要你要投 再追加投资的 三千股 假如你有一万股 要配三千股乘以七块八 你要追加投资的 原先我已经有一万股 这一万股假定 我就是十三块钱买的 那这是我的成本 是不是呀 这是我原有的成本 然后这一次你要参与配股 那么你要再追加钱 其实这些合起来 大家看一下 那就意味着 我的总成本是这么多了 我的总的投入是这么多 然后分我的股本的数量 配股以后 我股本数量就变成多少了 变成一万三了 因为原先有一万 现在有增加了三千 其实这样配完股以后 也就是我下面这所写的 配股呢 它要除全的 也就是说 假如今天是股权登基日 配股的登基日 明天除全的话 今天收盘价是三块 那么明天除全以后啊 除全以后的价格是十一块八 我们是这样算出来的 算出来是十一块八 所以在实务当中 其实目前配股一种 这种融资方式 并不受投资人的欢迎 为什么呢 它也有一种强制性的 你如果不配 假如你不想投这个钱 我也没有钱投 假定我自己没有钱 投追加投资 它要除全 除到十一块八 那你就亏大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一万股 本身是十三块钱的股票 然后你并没有追加投资 它也给你除全 除到十一块八 所以有两种情况 要么我追加投资 除全以后十一块八 涨了我还能赚钱 不涨也不赚钱 相当于是原来的十三块 但是如果你不追加投资 那你就亏了 是不是 因为你还是一万股 十三块相当于变成十一块八 你不是亏钱了吗 所以呢 在实务当中 有一部分投资人 那我就摆出 我只能移缴投票 我就不愿意参与分配 参与配股 它只能卖出 所以有的上市公司 在公布配股方案以后 股价 然后就开始下跌了 原因是有很多人 不愿意参与这个配股 但是下跌了以后 有一定的价值投资了 那么有的人 这个时候他买进 买进以后 然后参与这个配股 以前我参与过 配股以后 这股票其实挺好的 这上市公司 还是挺善良的 配方股以后 后面他业绩不错 非常不错 比如这个股票 我13块买的 然后配股价7块8 除权以后11块8 我有13000股了 然后最后 这股票涨的是20块钱去了 那其实我就赚钱了 是不是啊 最终是 实际上还是 二级市场的一个波动 赚钱不赚钱 这是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配股是一个怎么回事 我们在金融工具 也简单的说了一下 那今天我们是 站在上市公司的角度 那站在上市公司的角度 那实际上这个配股啊 它也会导致股本发生变化 那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来检视一下 在配股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重新计算 每个各个这个猎豹期间的美股收益 因为我们的报表呢 它都是什么 都是比较报表 今年美股收益多少 还要披露上一个会计期间 美股收益是多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企业当期发生配股的情况下 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应当考虑配股中的送股因素 什么叫配股中的送股因素 配股就是配股呗 怎么跟送股又有关系 等会儿解释 据调整各列宝期间 八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从而计算各个列宝期间的美股收益 怎么算呢 分这么几个部主 首先第一步 要算一个美股理论除全价 我刚才已经通过这个例子 比较直观的 也比较容易理解 这样就除全了 价格11块8 原来是这么出来的 所以第一步 我们要先算一个美股理论除全价 分辞是行权之前发行普通股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公民价值总值 那就是刚才13块 乘以甲林 以沙士公司为例来说 一股 再加上配股 配股要配3000 3000配的款项乘以7块8 行权以后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数量 那是13000股 这样我们就算出 等于11块8 这样把除全的价格算出来 第二步 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等于行权之前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价 美股价值是不是13块 那么刚才框号一算出来 除全价格是11块8 这样我们算出来呢 调整系数1块1 差不多是1块1 算它干什么呢 是为了第三个 这样呢 因配股重新计算上一年的基本美股收益 除以调整系数就可以了 比如这家公司 本来披露啊 就以这道题为来说 他说上一年是 基本美股收益是1块1毛钱 假定啊 假定是1块1毛钱 那现在呢 配股以后呢 上一年是1块1 调整系数刚才多少 是1块1 除1块1 这样调整以后呢 其实就变成1块钱了 原来是1块1 现在调整以后是1块钱 这就是通过这个计算 第一步算它 算它干什么 是为了算调整系数 算调整系数是干什么 是为了算上一年调整后的 也就叫重新计算的 上一年度的基本美股收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配股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直接告诉我 上一年度基本美股收益的话 其实你要你重新计算 上一年基本美股收益 还挺好做的 是不是 只要你把这个调整系数算出来 就可以 调整系数取决于这个出钱价格 是不是 OK 理解了就好 就好做了 不是仔细的 有的人只会模仿 模仿他怎么做 没有理解他 时间长了 你就不会做了 接下来括号四 其实在配股这个问题上 最关键的 还是本年度的基本美股收益 这个难一点 反而难一点 这个怎么说呢 给大家写了一个公式 分子是本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当期就是本期了 然后风模式 配股前发行在外的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数 以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那是一万 然后乘以调整系数 刚才不是1.1吗 是不是 1.1 然后再乘以 配股前 普通股发行在外的 实现的权重 这什么意思 假如这家公司是 配股是4月1号配股的 4月1号配股的 那就意味着 配股前实现权重是 十二分之三 十二分之三 好 然后再加上 加上 配股以后的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配股以后不是一万三千股的 是不是 1.3亿股吧 1.3亿股配股以后 配股以后 假定4月1号配股的 那么就十二分之九 哎 这样把这个分母算出来 人家说 哎呦 这个分母挺复杂的 是不是 我怎么记得住 理解 那怎么理解呢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然后结合这个例题 给大家来讲解 某企业2007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经历润是2.35亿 2007年1月1号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股数 为8000万股 2007年6月10号 该企业发布增资配股公告 向截止到2007年6月30号 股权登记日 所有登记在册的老股章 配股 配股比例为10股 配2.5股 我们上市公司的食物当中 习惯都是每10股配几股 配2.5股 我们教材呢 说4配1 实际上食物当中 我们习惯的表达是 每10股配2.5股 如果考试考到这种题目 他会参照上市公司 食物当中的说法 就像我们这儿写的一样 每10股配2.5股 配股价格是6月 除权交易基准日是2007年7月1号 辖令在行权前 一日的市场价格为每股11元 2006年基本每股收益2块6毛4 去年的2块6毛4已经告诉我们了 去年实际上是在配股之前 算出来了每股收益 那么2007年比较利润表 当中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如下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算每股理论除权价格 这个刚才解释过 也应该能够理解了 就以你个人来说 假如你有8000股 当时11块钱买的 收盘价11块吗 收盘价11块 然后再加上 今天配股 每10股配2.5股 那么你8000股 将能获配2000股 2000股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8000乘以8000 乘以0.25 乘以0.25 就是这个2000 好了 然后你要配股 你得按照6块钱 交款 这是分子 就是你总的投入成本 这样呢 我配股以后 我的均价是多少 除权价 其实就相当于是个均价 均价 原先8000股 现在你又拿到增加了2000股 1万股 算出来除权价格10元 均价是10元 那么实际上就是你相当于 差不多投了一个 10万块钱 分子加起来 就差不多投了10万块钱 那这样第一步算出除权价格 你理解了以后啊 那你就要 可以可以容易算了 像我们在事务当中 我当时就要算 哎 这除权价以后 我的成本是多少呢 我要按照我的买价算 是不是 我要算 对我来说 除权以后 我的成本是多少 会赚钱还是赔钱的 有的在实物当中 除权价以后 比如今天除权价10块 10块当天就涨到11块了 那就相当于你已经赚钱 那说明他已经涨了10%了 条纹系数等于11 11是除权价的价格11块 除以除权价10块 所以调整系数1.1 1.1 那么括号三 2006年的重新计算 美股收益 那就太简单了 去年2块6毛4 已知 已知的 那么 系数是1.1 所以是2.4 重新计算是2.4 那就对了 你重新计算之前是2块6毛4 计算之后 重新计算以后是2.4 除权了呗 实际上因为他的股本 相对来讲认为是增加了 因为今年实际上是增加的 等会儿给大家再解释 为什么是增加的 或者这样算 去年是经历润 8000万股 乘以2.64 2.64本来是他每股是多少 是不是 每股是多少 那么乘以8000 就是相当于经历论 然后分母呢 分母是8000加800 这个800怎么理解 可能一下看不懂 其实也是这样算出来 是2.4 这个800怎么理解 等我们把括号4 讲完以后就理解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采用这个方法来做 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把系数算出来就行 那下面我们看括号4 2007年基本美国收益 06年重新计算好了 2.4 已经答案已经出来了 刚才我们是重新计算了 2006年的基本美股收益 接下来括号4 我们再来算2007年基本美股收益 相对比较复杂一些 那这一块呢 给大家介绍两种方法计算 首先第一种方法 分子23500 这是已知条件 分母 配股前股本是8000 然后加上800 怎么理解 等会儿解释 乘以12分之12 再加上 配股呢 是配了2000 配了2000 2000扣掉一个800 800在前面已经计算了 这是个全数的问题 所以这是1200 这是1200 乘以12分之6 那这个分母 怎么去理解呢 给大家画一个版书 按理说 我们在7月1号配股的 在7月1号配股 配了多少呢 配了2000 是不是 这个2000呢 把它理解为 相当于 有800是送股 另外1200 是新发行股票 假定 在今天新发行的 1200万股 送股 请大家注意 送股就像前面所讲的 派发股票鼓励 那么应当从年初开始算起 所以这个800 总共是2000 我把这个2000拆成两部分了 一个是在年初 就送了800万 一个是在 还有另外一部分是 今天 新发行 1200 所以我们上面的公式呢 既然1月1号是8800了 所以从1月1号到全年来算 这一部分股本 加权 是乘以12分之12 然后又在这新发行股票了 新发行的这1200 实际上是12分之6 那么问题就来了 老师那你这个 为什么前面送股800 然后这个新发行的1200 其实前面也提到了过一下 应当考虑配股中的送股因素 配股就是配股呗 怎么还有送股的因素 那就是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解释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理解这个公式 这家公司配股 筹集的股款是多少啊 8000万股按照实配2.5就是乘以0.25 乘以6亿的配股价 总共募集资金是1.2个亿 1.2个亿 我们视为今天 按照除权价格10块钱 发行一定数量的股票 募集资金1.2亿 假设 设这个发行多少 X股 那么发行的X股乘以10元等于12000 我们就计算出 相当于我今天按照10块钱价格 发行股票 发多少股呢 1200万股 但实际上我给股东给了多少 给了2000万股 实配2.5 实际上给股东给了2000万股 说明 我给股东给2000万股 股东给我给了1万2 1.2亿现金 对我来说 我视为 按照10块钱的价格 发行了1200万股 募集了这么多钱 这是我发行的股票数量 同时 我另外还多给了800万股 是不是啊 那个800万股 这是一个万啊 800万股 那么相当于是 起初我送给股东的 送多少啊 800万股 所以呢 这个2000万股配股 可以分拆为两部分 送了800万股 新发行 按市场价 发行了 1200万股 所以 这个送股 它会引起股本的变化 需要重新计算 这个1200万股 这个1200万股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是新发行股票 增发股票一样的 它是按市场价增发的 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计算 重新计算 其实是考虑了个800 送股 前面不是讲过 派发股票 股利 就需要重新计算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上一年在这 为什么算一个800 没加 不是加2000 因为相当于2007年 送股了 这道题是2007年 送股送了800 送了800 那去年是按8000股本算的 比如去年啊 假定去年股本没有什么变化 除以8000 所以去年是2块6毛4 2块6毛4 2006年 在重新计算之前 那现在重新计算呢 那就是这个 分子还是8000 乘以2.64 分母 我们视为它送股送了800 所以是2.4 2.4 我们这呢 就是教我们这么做 把系数除 算出来 除以1.1 就等于2.4 为啥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 只知道怎么做 是不是 原理不太理解 所以我们在这呢 给大家讲一下 一般情况下 你掌握这个做 这个方法 我就这么做就行了呗 拿到分就行了 可以 那么在这给你展开 说了一下 就是这个原理 是因为 我们刚刚这 分析了一下 是因为相当于 2007天送股了 送了800万股 既然送了800万股 去年重新计算时 分母按照送股后的股本算 这和前面学的内容是一样的 结果也是 2.4 好 这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上面来 既然是送股 那么年初800万股 送股 所以我在计算 这个加权平均数时 年初按照8800万股算 8800万股 对全年 占用时间是12分之12 再加上 7月1号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 1200万股 那就乘以12分之6 就可以了 这样算出来 2块5 原因 这是原理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另外一种方法 这还写了个参考 给大家解释这个原因 配股是在计算 配股在计算 美股收益时比较特殊 因为它是向全部现有股东 以低于当前市场价格 发行股票 它和增发股票还不太一样 配股和增发不太一样的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 按市场价格发行1200万股 市场价格就10块钱 所以这家公司募集资金 是1.2个亿 和无对价 关键就是这个事情 无对价 直接送股的 送了800万股 它是两者的混合体 增发呢 就没有送的 它就是增发 关键配股是 是混合在一块 有部分是增发的 相当于增发的 另外一部分相当于是送的 然后表面 对外说 我是配股按6块钱配的 实际上相当于 按10块钱发行股票 再加上另外 无对价的 送了800万股 所以我们在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时 要考虑这个因素 发行股票 不用算 比如这家公司 2007年 增发股票 1200万股 按10块钱增发 那么 它不涉及到上一年的 重新计算的问题 增发不涉及到上一年的 但是送股要涉及到 那送股送多少 一拆开来 我们就知道送了多少 送了800万股 教材给我们的这种做法 它是背后的原理 它没有说 就是讲 通过这种方法 直接算出来就行了 可以 没问题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做题就行了 我们在这 只是给大家说一下原因 因为有的同学说 为什么这样呢 就出来了 好 那么继续回到这来 因此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应当考虑配股中的送股因素 将这一部分 无对价的送股 视同猎豹最早期间 就已经发行在外 所以我们刚才在说 2006年的时候 重新计算的时候 分母可以理解为是 8000加800 这就是 视同猎豹最早期间 期初就已经发行在外 800万股 并据以调整各个猎豹期间 发行在外普通族的 加权平均数 从而计算出 猎豹期间的背股收益 好 这是给大家讲的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那就是 按照我们书山 前面所讲的公式 分子还是一样 23500 分母 8000是 配股前的总股本 乘以1.1的调整系数 然后乘以12分之6 因为是7月1号 配股的 那么这个股本 在前面半年时间 这个权重就12分之6 然后后面按照发行在外 总的算 今天不是配股2000吗 那总共就1亿股了 乘以12分之6 也是2块5 方法都一样 其实分母啊 就是一个计算的时候 这个权重的问题 道理是一样的 我也画个图表 两个图表对照一下 你就容易理解了 同样是视为送股的 送股呢 你送800 送800 那么8800 8800呢 他这做法就是 我先算这个半年的 前面半年的 那前面半年就12分之6吧 这个8800 在这段时间里面 占的时间12分之6吧 然后这一天送股 合到一块了 合到一块了 那么就是 8000加2000 在下半年 也是占用时间 是12分之6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8800 占了半年 这一个8800 也占了半年 不就是前面公司里面 12分之12 8800 乘以12分之12吗 整个的算法 可以啊 然后 你这还一个 单独还一个12 就是12分之6啊 是不是 12分之6啊 一样的 所以计算出来 也是两块五 好 这是两种方法 就是你看你 习惯是哪一种方法 这不有点像那个什么呀 我们在学借款费用的时候 要计算一个 加权平均数吗 是不是 资产支出 加权平均数 或者是本金 借款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到底是一样的 你是分段算 还是按全年 作为一个基数算 比如前面这个图表 那就是按照 全年一个基数 在这个点上 就已经是8800 全年12分之12 再加上 这儿单独算一个1200 第二个图表 那就是 我们先算前面半年 8800 占一半时间 然后才从这个点上 那要把这个8800 全部纳入进去 那就是乘以12分之6 把前面那一段 合在一块 先算前半段 12分之6 再算后半段 12分之6 后半段多了一个1200 增发了1200 原理解释了 你这个公式就看得懂 所以 这儿你看 相当于增发了股票 好 那这样解释了以后 我们就能看得懂 这个公式 有的同学只是死记 书上就这样的 我们做了一道题 把教材的道题 模仿了一下 然后就模仿以后 就这么做了 有的同学学 有点死的 教材就不懂 反正就模仿他做 考题只要稍稍变一下 你就不会了 所以你要把这个 原理要掌握清楚 这是我们所讲的 第二个问题 配股的重新计算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企业发行在外的 其他权益工具的 鼓励或利息 其他权益工具 比如 符合权益工具定义的 优先股 永续债 那优先股对应的鼓励 永续债对应的是利息 符合我们在13章 金融工具学习的 权益工具的定义 所以记在其他权益工具里面 企业存在 发行在外的 除普通股以外的 金融工具的 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基本美股收益的分子 应该为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扣掉 包含其他权益工具的 股息 股利和利息 也就是说 举例子来说 优先股股股东 他所分配的股利 利息 要把它剔除掉 我们现在算的是什么 基本美股收益是按照 普通股股东来算的 所以其他的权益工具 相关的部分 要剔除掉 关于这个问题 可以结合前面也学过 我们刚刚不是学习过 限制性股票 在上一节课 不是讲过限制性股票 那么限制性股票 在计算时 我们的分子里面 就是要扣掉 现金股利 或者是对应的 金利润 因为那些部分 它不属于普通股 股东这一块 其中对于发行的 不可累积优先股 等其他权益工具 应当扣除 当期所宣告发放的股利 对于发行的 累积的优先股 等其他权益工具 无论当期是否宣告发放 都全部扣除 优先股呢 分为两种 可累积和不可累积 这个你们学经济法的时候 可能会讲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在我们这儿 是次要的 不可累积的情况下呢 我们直接扣除 它当期宣告的股利 累积的优先股呢 不管是否宣告 这个股利都应该扣掉 总而言之 我们的分子是不包含 其他权益工具的股利 或者利息 这样我们算出 它的一个基本美股收益 那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 例题来看一下 例十 甲公司07年度 实现经历润是20个亿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行数是25个亿股 2007年1月1号 甲公司按面值金额 按表面金额 评价发行600万股优先股 优先股每股 表面金额是100元 那其实就是6个亿了 该批优先股股息不可累积 即当年未向优先股股东 作额排发股息的差额部分 不可累积到下一年度 2007年12月31号 甲公司宣告 并现金圈额发发 当年的优先股股息是6% 股息率6% 6%实际上就把这个6个亿乘以6% 根据该优先股合同调缓规定 甲公司将该批优先股分类为权益工具 既然是权益工具 那我们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要把这个股力给扣掉 优先股股息不在所得税前劣质 这个大家知道的 因为优先股股它也是属于 股份权益工具这一块 如果说你划封为金融负债 那么涉及到一个所利息的问题 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这个税法里面另外一个问题 那既然这样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2007年 基本美股收益在计算是 首先算一下分子 分子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经利润 等于20亿减去这一部分 600万乘以每股是100元面值 乘以6%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其他权益工具的股力 就是优先股股力 要把它扣掉 剩下的是归属于普通股东的 然后计算机把美股收益时 那没问题了 分子已经调整过了 然后分模是普通股股东数量 普通股的股东加权平均数 已经是加权了 那就算出基本美股收益0.79 好这个问题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实不是很难的 把分子优先股股息给剔除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更直观的去理解这个问题 这是上市公司实物上的问题 北京银行 2019年度基本美股收益的信息披露 下面的数字要注意一下 除了特别著名之外 金额单位都是为人民币百万元 2019年相关数据 2018年相关数据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经利润 21441 2019年21441 这是整个经利润 本行股东的经利润 所有股东 减去本行优先股当期宣告股息 北京银行发行了优先股 那么宣告股息呢 是741 括号就是减掉的意思 这样呢 算出来下面是叫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经利润 2070年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子要减掉优先股的宣告股息 这样呢 另外呢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股数 加权平均数 已经算好了 是211一股 因为这个地方对应的单位是一股 这些金额对应的是百万元 这样算出2019年 基本美股收益是0.98 其实2018年同样的道理 这是0.91 这就是一个比较报表 去年是0.91 今年是0.98 它去年也有这个优先股 其实北京银行2020年的年报里面 也有这样的问题 也有优先股股息 都要给它扣掉 这就是我们的十五当中 要这样去做 好 这是第三个问题 下面看第四个问题 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或追溯重述 一旦涉及到损益 我们也要重新计算 割列报期间的美股收益 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在会计政策变更 那一章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要需要重新计算 为什么 因为会计政策变更 追溯调整法 影响以前期间的损益 对以前期间年度损益 进行追溯调整 那不就有影响了吗 或者追溯重述 这是什么呀 这其实说的是差错更正 你差错更正以后 是不是影响到 以前期间的损益了 如果影响以前期间损益 那么以前期间的美股收益 都需要重新计算 这个很好理解 好了 这是关于重新计算 总共讲四个方面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 2018年的单选题 奖公司06和07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金利润分别为 3510和4260 06年1月1号 奖公司发行在外 普通股是2000万股 06年7月1号 按照12元的价格 发行股票500万股 增发了 2007年4月1号 甲公司以06年12位30个股本 2500万股 每10股转增两股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在07年度 列爆的 2006年 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 其实这个题和刚才 那个2020年的考题 都是类似的 也是要求重新计算 06年基本美股收益 06年的利润 3510在这 是不是 那是没时送二 你只要把06年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算一下 就可以了 2000加上 7月1号 增发多少 500 500乘以12分之六 是不是 7月1号 这个搜完以后 实际上再乘以多少啊 乘以1.2 诶 那就行了 这些处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 理解了 都很容易做出来的 分子 3510 是吧 分模 这是 宋古之前的 股本的加权平均数 2006年 当年的股本加权平均数 乘以1.2 宋古 这有资本供给转增了 转增了1.2 0.2 那就是乘1.2 1.3 所以我们这到底答案是B 你看这个2018年的考题 2020年的考题 都是类似的 下面我们再看一道多选题 这个 相对来讲抽象一些 下列各项中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重新计算 不需要重新计算 财务报表 割列报期间的美股收益 有哪些 A 报告年度 发行普通股 我刚才就讲过 当年增发股票 增发股票 不存在 重新计算 它直接求 加权平均数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的 B 报告年度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个也是不需要的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不存在 重新计算 也是 这是 这是 其实性潜在 股东股的问题 C 报告年度内 以发行股份为对价 实现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发行股票 前面讲过 从购买日计算 全数就可以了 D 报告年度 派发股票 股率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过的问题 需要重新计算 这个也不需要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ABC 三个选项 接下来我们再看去年一道多选 下来各项 各项情形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应当重述 比较期间美股收益 重述就是 重新计算 在报表猎报的时候 要重新计算 A 报告年度 发放股票 股利 凡是发放股票 股利 那就涉及到 比较期间的美股收益 需要重新计算 B 报告年度 应发生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刚才我们说的是 非统一控制 统一控制下 不一样 统一控制下 我们视为一体化 程序下来的 所以 对外提供比较报表时 那么需要对比较报表期间的美股收益重新计算 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的第二节里面提到了统一控制和非统一控制是有区别的 C 报告年度 资产负债表示后市项期间 以盐盐工期转增资本 这一点刚才也提到了 在这个期间 有股本变化 资本工期转增 或者说盐盐工期转增 或者说排发股币 也需要重新计算 然后这个需要重新计算 第一 报告年度 应前期差错跟差错 对比较期间损益 进行追溯重述 刚刚讲过这个问题 追溯重述 也意味着需要重新计算 涉及损益 需要重新计算 所以我们这道题 答案是ABCD 四个选项 这给大家每一个都分析了一下 企业拍发股票鼓励 攻击性转增资本等等 在相关手续完成后 股东大会通过了 然后实施了 我们需要重新计算 美股收益 另外上述变化 如果发生在这个 日后事项期间的 也应当以调整后的股数 重新计算美股收益 所以我们刚才 这个选项里面 A和C都是对的 另外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庄 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 视同叠报最早期间 就已经发行在外 所以需要计算 各个联保期间的 加权平均数 从而需要重塑 每个比较期间的美股收益 所以毕业是对的 第一毫无疑问 刚才就讲过一个问题 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 或者差错更正 需要追溯重塑 从而影响到 以前期间美股 以前期间的损益 那么肯定需要重新计算 因此这道题 ABCD四个都正确 好 这是我们这一节 第一个大问题 接下来我们这一节的第二个问题 猎豹 这个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第28章内容 也就到这结束了 给大家小结一下 这一章呢 总共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呢 美股收益基本概念 注意那个地方起到了一个 少数股东损益要扣掉 然后第二节里面 基本美股收益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关键是分母的计算 然后第三节 内容比较多 涉及到计算的原则 可转债 任务权 期权 限制性股票 还有承诺回购等等 像这个YARS 这几个都是我们重点掌握的内容 尤其这个限制性股票 这块也要注意一下 然后第四节 美股收益的猎豹 关键是掌握这个重新计算 刚才也讲到类似的题目 其实这个考点都是仿佛在考 只是换换题目而已 把我们这 道理 原理搞清楚了 题目随便它怎么变 我们都会做的 好 那么这一章 我们就学习到这